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情说事 今天我们来讲讲香港的商人周秀臣 由于内容都几多下 我们分两集讲 不论是我这一辈 还是上一辈 更甚至是后一辈 都应该有听过 寿神山 寿神剧院 以及寿神山道这些香港的地方地名 更加可能有一些对香港历史有少少认识的人 都应该听过周秀臣这个人名 我们今集就讲讲周秀臣早年留美读书 以及在中国工作时期的故事 看回香港周时间铺里记载过 周家是香港原居民 太祖、爷爷、周爸爸那代都已经在香港居住了 他们由九龙半土搬到港岛的王竹坑 周秀臣在咸丰11年 即是1861年在王竹坑专出世 由于港英政府答应 会让少数港岛原居民和他们本土出世的后代 拥有英国国籍的身份 周秀臣就顺理成章拥有了英国国籍 再加上周家一直以自己是周廉溪的后代自居 周廉溪是谁呢? 不就是写了爱莲雪的北宋官员和学者 原名周敦仪 2号廉溪 学者称为廉溪先生 为北宋宋明理学理论基础的创始之人 所以周秀臣可以算是大闻人或大官之后 18世紀末 清廷已经利致敗坏 经济衰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 慢慢步入晚期 这个时期正正面对着 由欧洲远渡而来的英国人 他们在游说清廷开放市场不过之際 就决定以武制人 攻打中国而换取利益 由于双方实力懸殊 清廷一败涂地 温欲地签了南京条约 就在这次 即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有些有色指示提出了 调义之仇国 乙公义 和施子场的乙制乙 这一类想法 但对于当时 两耳指听声言书的士大夫来说 根本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其后英国政府再用阿罗浩事件 来挑起事端 在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迫使清廷再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经过一连串的条约签订之后 要割的地 要赔的款就越来越多了 受到的屈辱也越来越深刻 晚清政府开始认清需要加强自己的实力 去对抗洋人了 于是就搞了一场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其中负责的大臣分别有 公亲王逸恩 军基大臣文昌 两江总督曾国范 北洋大臣李鸿章 浙江巡虎左中堂 以及两江总督张志洞等人 除了一切的硬件 在1867年的时候 曾经留学美国的耶鲁大学毕业生 容宏就向曾国范提出了 要值教育培训人才 从而推动洋务运动 于是就出现了 影响周素晨一生的大游客计划 大清流美幼童 由于当时这个计划 关系到清廷往后能否长治久安 所以选拔的条件都非常严谨 一众满人子弟 都是期望能够考科举入市图 但对于飘洋出海 留学海外这些计划 一点都不敢兴趣 再加上清政府要求 有同父母签纸画押 说明如果疾病生死 国安天命 朝廷一概不会负责 这样就令到更多家庭却步了 始终当时小朋友都是很难养大的 个个都希望有仔继后香灯 令到容宏这个招募工作非常之困难 正因为这样 很多应选者都集中在广东一带 一些和羊毛或者羊人 有接触过的中产家庭 但是东拼细臭之下 招生的数量倒是未达标 于是容宏就去了一个 一族和羊人又紧密接触的地方 英国殖民地香港 当时在中央书院 即是后来的黄仁书院 读书的周秀臣就突怀易出 成为了三十多个 留美友同友面其中一个 在1874年 踏上了放羊赴美的旅途 根据书中记载 前往美国的轮船 在1874年9月20日起程 起程的头一段时间 幼童们经历海面上的大风大浪 一众幼童又云又呕 有些不停哭 基本上大部分幼童都睡不到 船隻先后经过长期 神呼 再去到横奔 然后在9月29日 改成另一艘船 向美国旧金山出发 最终船隻在10月22日平安抵达了 美国西岸的三藩市港口 还有跟着着一些对外国人来说 奇装异服的蜻蜓冠服 藍色长袍 像色马垮 绸缎帽 錦断 在一间旅馆里安顿下来之后 他们在旧金山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 就转成火车前往麻省的春田城了 抵达春田城之后 就再去到武警院的康奥迪加州 首府哈特福德城 和用宏早前已经送达的两批幼童会合 到达目的期后 幼童就被分派去到美国指定的家庭做寄宿 令到他们可以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 和学习西方的知识 周秀臣就和另一个幼童 荣耀媛成为了同室共主的伙伴 被派到西温师弟的菲立斯太太的家庭里生活 接待家庭 日半到已经和荣耀有过协议 他们除了需要照顾幼童的日常生活 和喜居饮食之外 还要充当家庭教师 教授幼童一般生活习惯和上识 我们在其中一位幼童 温丙钟的回忆中可以规探到一意 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 这些美国老师负责教养监户的责任 每一个美国老师 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 英文合格的幼童 直接进入美国学校 不合格的 再教师家接受个别补习 做入学准备 由于周朱晨在这些幼童里 都算是比较年长 加上他在香港生活期间 已经略懂英文和西方文化 去到美国那边很快就能适应得到 同时在1874年12月 他顺利地通过了语言基础的平和史 进入了温师弟小学 读书一年后就在小学毕业了 周朱晨就在同年9月 入读了安都华的菲立斯学院继续读书 这班学生在开始接受西学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蜻蜓接受不到的情况 导致整个留美幼童计划出现了变数 在一众幼童开始接受西学之后 他们兼读中学的兴趣每方越下 有部份幼童更加剪掉了墙边 更有些幼童受洗于基督教 这件事对于蜻蜓来说 完全难以接受 当时新是蜻蜓的 收到报告指幼童荒废中学 动于移学的时候 他都尽力地居中调停 坚持幼童需要完成学业 但因为蜻蜓权力出现转移 辞起太后掌证 主持游学计划的公亲磨液因大权旁落 由于辞起五月中西学 加上有人不断向李鸿章打笑报告 讲幼童学习羊风族 导致流币多端 最终李鸿章接受或者顶不须保守官员建议 将所有友同传召回国 由于当时社会和文字的落后 一众留美友同都需要逐一回国 建议踏入国门之后 周秀臣和其他友同一样 慢慢感受到官场人的偽善和人情的冷暖 他们记得不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同 亦失去了读书人应该得到的身份和尊重 他们更加被识人谴责他们 色异忘本 举止洋化 他们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后 有一半被人派到福州船正学堂 另一半派到天津 周秀臣就是后面那批 他们在当地有些被派送去收铁路 有些负责铺电线 有些就去采矿 周秀臣虽然被分配到指定的岗位 但没有办法发挥到在外国所学的东西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 周秀臣可能自觉在天津 未能够大展拳脚 于是就和另一个幼童林佩泉 两个人一起去了上海 但这次的离开 就会为周秀臣带来了少少的麻烦 但这次的不辞而别 违背在游学卷章中 学成后不准在华阳自谋别业 这个规定因而被深海关道下令了关题 即是竹拿扣押 当时竹拿两个人的 是英国在上海的副领事 对两个人的遭遇感到非常痛情 但碍于事件来自天津到台 上海巡捕无权处理 结果只好将案件交给上海原牙 事发后第三天 即是1883年9月15日 英国领事军发布了一篇 已经长达1400字的文章 用来批评清廷用人政策的失当 表明了幼童的状况和苦放 同时在子女行间流露了无限的同情 两人在被扣押了一个月后 因为得到去日刘美幼童 救生网络中一些同学 唐超义、梁怡浩和苏伊兆基等人的光座下 他们两个就去到德国前副领事 穆伦德的旗下处理海关事务了 后来因为穆伦德 因为逐渐得到朝鲜王的信任而出现了疑心 并且私通了俄国 更加被人发现 于是李鸿章就以善权组织 为理由隔离了穆伦德 幸好对日刘幼童来说的影响也不是太多 就着朝鲜的问题 李鸿章再次起用了袁世凯 由于袁世凯和唐超义一早已经声声相识 所以上任后就陆陆续续 因为唐超义的引誡 而去到收了很多刘美幼童 踏入袁世凯的旗下 周秀臣在唐超义升迁后 就接替了西文繁益的职位 后来再加上崇九品这个咸头 显示出他的工作表现开始受到上色 所以大约三年之后 周秀臣这个职位再一次提升 新咸头是崇九品已完成 不论相单月如缺 尽先选用 周秀臣在朝鲜工作期间 在爸爸的安排之下 和当年21岁的叶娇结婚 还在第二年就生了个女儿 可惜那个女儿已经不幸在一周岁的时候夭折了 但是周秀臣已经之前和另一个日本女人生了个女儿 之后女婴就交给叶娇照顾 在结婚之后两年 叶娇再到华人生了个女儿 光岁十六年 即是1892年3月左右 周秀臣就带了老婆和女儿 回到香港度假 随后叶娇再在香港旦下一个男孩 之后他就和周秀臣一起回到朝鲜之后 再为丈夫生了三个女儿和第二季 随后四五年期间 周秀臣和一部分同学要重回朝鲜 收拾因为日本的大东亚共鸣圈 而造成的残局 而这个时候 因为朝鲜的局势已经风云色变 一众幼童 特别是唐超乙和周秀臣 在协调和滑船工作已经举步难行 直到1898年 唐超乙来任驻朝鲜总领事 而转调到中国的时候 一众友同 包括周秀臣就调离朝鲜 而周秀臣就被调到天津鱼船招商局工作 周秀臣被调到天津鱼船招商局工作 周秀臣被调到天津鱼船招商局工作 一直在鱼船招商局工作 中间经过了义和团事件 在甲午战争之前 他已经离开天津鱼船招商局 接任了关内外铁路总办一职 负责管理经逢铁路的事情 亦在之后协助管转牛庄 但当中发生的事和香港关系不是太大 上面的内容都大约讲了周秀臣的能力 所以我们将时间推到1912年到1913年左右 周秀臣借着内利的政权变化 就告老回港了 今集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 周秀臣实际向香港的发展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兴趣 记得like share和订阅 下次见 拜拜